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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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白钱手中不敢动弹 该死 你竟然对本宫无礼 对你无礼又如何 你带旁人可又有礼过 你想怎么样 你如此诋毁别人亲郁 可知这亲郁对男子也一样重要 真是好美的一张脸 好丑的一颗心啊 听着这人处处护着青秋 又见他伸手如此了的 纵然有很多疑点 白真还是确信他就是白钱 白真深知 白钱想要救他是可以的 可是这里这么多道貌爱人的人 他根本不可能平安离开 够了 只是不必再说了 我认罪 白真的话让所有人都沉默了 白钱松开了肃井 跑到了白真身边蹲下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位仙子 以我素不相识 你为了我的事已经一身犯险了 剩下的 就让我自己来承担吧 白钱明白 白真已经认出他了 也不再隐瞒 伸手抱住了白真 胡地胡厚都静呆了 白真何时认识了这个人 傻瓜 不要冒险 听话 回去 我没事 不 我不要离开你 今日谁敢伤你 我便要追整个九重天陪葬 青秋子明还等着你去保护 不要任性 听话 白真从身后封印了白浅的修为 白浅痛苦地看着他 此刻他在想救白真 也无能为力了 罢了 既然你要守护这天下人 总要有个人来守护你 众人将白浅团团围住 纵然不知道他的身份 可是他敢在这儿行凶 也就无需顾忌了 居然上前作医 白真凝重地看着他 众宣家也都看着他 天君 此次判决有误 请天君重判 哲言上神 此事已有定论 白真也已经认罪 你说话 可要想清楚啊 天君可以提醒哲言 哲言心中已有打算 天君 真真是不可能会伤害那位公额清白的 可以见得 因为 他早已与哲言情投意合 所有人都炸开了锅 白真更是愣住了 他的心 早已 可是 明知道他是为了救自己才 他还是 哲言上神 这种事可不能乱说 你这也同样是违背了天规的 虽然不及白真此前最重 可也是很严重的 哲言所言 句句属实 天君震怒又震撼 如此一来 他最多依照天规 将他们二人一起定罪 可是这下 罪就轻多了 不仅如此 白真的命运也会恢复 哲言 哲言过去 跟白真一起跪下了 胡帝知道哲言只是为了搭救白真 可是他又如何忍心自己的好友无辜受累 白真 哲言上神 本君再问一遍 你们所说的 可是真的 字字属实 天君不得已 将结果改判 恕白真先前罪名不成立 好 虽然四海八荒向来是主张民主和平 可是你们二位都不是普通人 还是得以身作则 按天规 本君得判你们在人间历劫一百年 一百年后 再重回先班 你们可验领罚 哲言 你这是何必 哲言看了一眼白真 给了他一个微笑 回过头来看着天君 哲言领罚 白真 领罚 好 今日知事到此结束 你们自行一开吧 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天君心中无比烦闷 白浅一路追到了天宫门口 白真回头拥抱他 小五跟爹娘回家去 四哥如今虽然背叛历劫 可是也比之前要好多了 你该感到开心才对 哲言 四哥 我见真真宁可一死 就明白是你了 小五 你怎么会受伤 是谁伤了你 我没事 我会去找你们的 你们一定要平平安安 放心吧 四哥没事 那些没能打垮青秋的东西 都会成为让我们变得更强大的动力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白真跟白浅告别后 和哲言双双下凡 途中 白真忍不住询问 哲言 你后悔吗 有什么可后悔的 是你逃离没了你白真 谁来与我下气喝酒 不过是换个地方 喝以为惧 白浅回到了九重天 看着那群神仙还没散去 胡帝也猜到此人是白浅了 八字兰交出来 白浅的一句话 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此人 竟然提起了昔日昆仑序的人 烟华也是愣住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所有人都自觉去到了一起想要对付白浅 白浅拿出了玉清昆仑山随手一扇 众人齐齐退后 天君也非常震惊 找了那么久的司音 竟然是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看不出男女的人 你是什么人 欲清昆仑山为何会在你手中 本上神是什么人 今日就让你们看个清楚 回我昆仑虚 真杀我师兄 如今还要谋害无故上神 天君 这就是您所谓的太平盛是吗 白浅的话令天君忌惮 可如今昆仑虚已经败落 他不可能为了昆仑虚几个余党 去对付整个庞大的一族 胡帝 那是我们小五 冷静 现在还能控制 既然小五不肯暴露身份 就不要拖了他的后退 暗中保护他 夜华听闻他是司音 难过的靠近 旁人只知道夜华深爱凡人诉诉 以为他早已忘记凡人诉诉 却不知道 夜华最早喜欢上的是昆仑虚小师妹时期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您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